看到这回呢倒是大家打了这个外国人怎么回事呢 肯定呢正在举行的音乐祭 不过因为呢年轻人喝了酒 情绪失控了 在街上就发生了斗欧的事件 有网友拍到说 有一个外国人因为呢喝醉了 走到路中央 因为他没有听到车后的喇叭声音 于是呢车主伙同朋友下车之后 殴打了这个外国男子 还让逛街的民众当场傻眼 男子从车上走下来 对着外国男子就是一阵叫骂 外国男子被骂得糊里糊涂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这两名男子这时更是气急败坏 伸脚就往外国人肚子狠狠踹了一脚 动手的男子被朋友连忙驾走 这时外国人也生气了 肯定街头会发生打架情况 就是因为外国人喝醉了 不小心走到路中央挡到车子 不过好不容易被朋友劝走的台湾男子 却越想越生气 又冲了回来 想要狂打外国人一顿 肯定举办音乐器 每个人喝了酒放松狂欢 不过却因为酒后情绪失控 让肯定大戏也意外上演了一场经文器 中央新闻最后报道